有一件國際新聞 大家都覺得小事都沒有人去注意 新加坡的氣魯克雙螺旋槳的直升機 降落在澳洲最大的兩棲登陸艦 什麼意思啊 就是新加坡的一架直升機嘛 然後呢一架運輸直升機 降落在這個 那麼澳洲最大的兩棲登陸艦 各位再告訴你 新加坡也恰恰加入了 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 那麼新加坡在這段裡面 你一直都覺得好像都沒有聲音嘛 對不對 不要看它國家小啊 F-16取得時間還比台灣早啊 所以事實上新加坡也悄悄加入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澳洲呢 把它在中東的這些軍備的全部撤回來 為什麼呢 它現在的首要敵人是中國 所以現在中國跟澳洲關係搞得非常的惡劣 就在這個時候 新加坡難道不知道嗎 新加坡知道啊 那知道還在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雙螺旋槳大型運輸直升機 7H-47是最大的運輸機 運輸直升機 他還直接演練在澳洲的軍艦上降落 各位還不知道這個軍事同盟的意義嗎 所以事實上呢 那麼也在今天告訴各位 今天有一個現象讓大家嚇了一大跳 我是嘉義人啦 保健理事實上今天在嘉義看到什麼場面 你知道嗎 嘉義怎麼了 在嘉義的一條馬路上 我們的天空飛彈的發射車 直接列成一排 升空 對啊 這就在嘉義的路上 這是在嘉義 嘉義路上放這個 不好意思啊 你要嚇死人嗎 不是 這不是蘇澳軍港 也不是九龍基地 這是在嘉義市的重化 嘉義重化區喔 然後嘉義重化區 直接天空飛彈 直接飛起來 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看到天空飛彈架起來以後 去旁邊這樣拍照 大家鼓掌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對國軍有信心啊 你知道國軍飛彈弄起來 他不是說 唉唷 是不是解放軍的飛機要來了 要打他 沒有啊 因為國軍 我覺得這次國軍在這個戰備州裡面的 做了很多的動作 反而意外的 這也是戰備州的動作 對 這也是戰備州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把這個天空飛彈發射車 告訴你什麼事 我們還不要講那個 所謂的魚叉飛彈都還沒來啊 那25個這個飛彈發射這個中隊啊 以後可以在全台灣爬爬罩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可以爬爬罩啦 天空飛彈車直接在嘉義 嘉義就立起來了 這是給國人看 也是給中共看的 為什麼 我的飛彈車可以在馬路上直接立起來 你不要忘記我們海豐大隊 我們海豐大隊的相關的飛彈發射車 就像個貨櫃車一樣 我加個偽裝網 你知道我是飛彈發射車嗎 你如何鎖定啊 我在雷達先不打開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嘛 今天包括R-7武裝戰鬥直升機 包括黑音直升機 在新竹高鐵旁降落嘛 好多人全部都跑去那個地方 又去新竹高鐵